高议员跟我确认过 汉清的垮台 跟最高当局脱不了关系 汉清一灭 整个亚洲 我们秋门就是龙头了 这世界啊 变得很快 如果跟不上 就免不了垮台的命运啊 好在那高瞻原主 多年前开始布局 现在 即使是国际安全组织和他们一起联手 我们也能自保 不管 我们怎么洗 总是还有些把柄留在别人手上 那您的意思是 我年纪也大了 有些事啊 该断就要断了 是 开宫没有回头见 该做的 总要去做 去吧 给大宗他们 悄悄警钟 这些年他们做得也太过了 好 叫你以后继续逞能啊 你要出事了我怎么办啊 放心 那些人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叫你吹 每次都被打得跟猪头一样 怎么还想当回脸谱是吧 我去随便说说嘛 说说也不行 好了 我以后不会再让你担心了 谁担心你啊 我是怕你连累我 你那天说 你把编码气给吞了 我一直情急 就把他给吞了 所以你吃这些东西 要把自己弄吐啊 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编码气 重点是 这样会弄坏你的身体的 可是 如果我吃到的话 我肚子也别码气坏了怎么办呢 放心吧 我不想每一次我出什么事 都是你来帮我收场 会有办法的 好了 我带你去医院吧 医生肯定有办法 不去 去医院肯定得开刀吧 放心吧 我自己可以的 我多吃一点 找明珠可以 他是医生 明珠 明珠是谁呀 今天想熟吗 好了 你听我解释 我不是那个意思 明珠 好 你不用跟我解释 你就找他吧 人家又年轻又漂亮又能干 就找他吧 我自己可以的 好 怎么了 你怎么 我 我要哭了 怎么了 我 你 我 被 被我 亲 吐了 那边啊 处理得怎么样了 很干净 什么都没留下 老爷子 现在有事 你直说无访啊 您现在的身体 真的不能再耽误了 现在秋门 您 暂时还离不开我啊 咱们在人前 不能示弱 可是您现在的情况 我的身体啊 比谁都清楚 可是比起秋门的大夜 我这残局啊 又算得了什么呢 先生的意思 我明白 你去把明珠找来 有他在 你就放心了吧 好 我去把他找来 我去 发生这么大事 怎么不跟我讲啊 你没受伤吧 我现在过来看你啊 我工作不忙 行 就这样了 挂了啊 我现在过来看你 好好 我想说你回去 就多喝点温开水 我可能没有时间照顾你 明天 我再煮一些粥 带过去给你 你看看你 都这么大的人了 明天心想都不懂得照顾 明天心想都不懂得照顾 nationwide 蔡警官 这么巧啊 这么晚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电话 原来坏了 我说呢 怎么一个下午那么安静 真的吗 真的 你自己看 赶紧拿去修吧 没得我有事找不到你 好 我现在就去修 我们呢 一起去找简子跟唐映吧 不是 我觉得 不 你听我说 我觉得我们这么晚去打扰人家 不太好吧 朋友有事第一时间帮忙拿 有什么好不好的 我自己来 我没准备去找他们呀 你有事啊 蔡警官 你很闲 不代表我没事情做 好吗 我 我 还有事情 就不陪你了 你去哪儿啊 不关你的事 喂 真那么没准 陈伯伯 嗯 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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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伯伯 您一定要多注意休息 不能再过度劳累了 嗯 出门事情多 我放心不下 嗯 出门是伯伯一生的心血 明珠可以理解 但是有高亲聘用的团队在 您不必凡事都亲力亲为 嗯 你这么好的姑娘 她都不懂得珍惜 还一再做出对你伤害的事情 简子哥哥 他是在追求他想要的幸福 我从来没有觉得他做错了什么 或者是伤害了我什么 因为在感情里面 本来就没有对错 不是吗 不管怎么说 你都是我认定的儿媳妇 我一定会要她 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嗯 但是詹伯伯 她是希望您不要太为难简子哥哥 其实明珠不敢收费太多 只希望她能够幸福快乐就可以了 我真不知道 该说你是聪明还是笨呢 嗯 好啦 你好好休息 一会儿我来取血样本 看看这个药的情况 跟你身体融合的情况 好 嗯 明珠啊 嗯 你也辛苦了 你快去休息吧 好 老爷子啊 他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啊 少爷一直在酒馆里 没出去 现在啊 把秋门集团平稳地过渡到他手下 是刻不容缓的事啊 可是 他似乎也不得了 我已经决定和唐小姐要离开这儿了 离开 他要有本事离开这边天 那我也就认了 我觉得咱们还是用温柔的手段 劝劝他吧 以免伤了你们父子之间的感情 父子感情 我看他现在心里啊 对我自有恨 来 您别生气 其实 少爷的脾气秉性 我们都非常清楚 他可能对您有些意见 但绝对谈不上恨 还有 如果他知道了自己身体里 也留着和您同样的血脉 这个啊 我们就不提了 你就让我再想一想吧 好 好 没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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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警官你也在啊 真强 我不打扰你 你慢慢喝啊 你刚好去哪里啊 你又惹蔡警官生气了 我 怎么可能惹蔡警官生气嘛 对了 谈意好点了吗 明珠在给他做检查呢 你们要没事的话 照顾好人家 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件事情要做 咱们走 我先走吧 我呢也突然想起来还有事情要做 咱们走吧 走 咱们走吧 走 走 走 唐一姐姐 你别误会 我这么做是为了你身体着想啊 绝对没有半点私心 医者父母心 明珠 谢谢你啊 我谢谢你感觉好多了 你看 你就别逞强了 你看看你 你再拖下去的话 这身体会虚脱的 这是胃剂 能一次性解决问题 对你的身体伤害很强 如果你的义务没有及时取出来 会导致胃窗口 倒是你的胃就要七到一半的 这么严重啊 那 能不能换一个办法 这个看上去也太太恶心了吧 姐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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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愿意做卫健 谭音姐姐 她不愿意做卫健 我怕再拖下去恐怕 走 谭音 这次 就清明珠的吧 我为什么要听她的呀 潘英姐姐 你平时不是很勇敢吗 这点小事就难倒了 难道你怕了 怕 有什么可怕的 我刚刚跟你们开玩笑呢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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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的 快点啊 开始吧 唐小姐 你忍着点 我要打麻药了 顶紫哥哥 我们去那边 来 躺好吧 好 詹姆佑的病情又加重了 说不定哪天就要手术 我现在真的找血样 我的可以吗 多一些血样 总是好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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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没事 没事 疼吗 很疼吗 很快就好了 她的病灶在心脏 不能受太大的刺激 我希望你们能展开心脏 好好聊聊 你们干吗 我还活着呢 太阴姐姐 你不要怕 我控制了药剂 你全身麻醉时间有限 我现在就帮你取出来 我说妹子 你就别费劲了 剑子是不可能和你在一起的 你失去的就赶紧离开剑子 否则我笑了你的小命 就算你杀了我 也得不到剑子的心 男人忘记一个女人 不用她长时间 何况我跟她 还有这么长的感情基础 感情基础 真是笑话 你那是自作多情 是什么 不用你管 反正今天 你是死定了 来吧 别怕 小雲姐姐 你 你没事吧 不好意思啊 我做了个梦 剪子哥哥 编码器应该是不能用了 好 先自哥哥 这段时间 你有什么话就对我说吧 我帮你转达詹伯伯 有些事情 你转达不了 他真的不能再说刺激了 所以 有什么事 以后再解决好吗 父亲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脆弱 你太不了解他了 你真的要为一个外人 去伤害你和詹伯伯的父子之气 今晚过后 我就会离开这里 这样 也不会再有人惹他生气了 是 和唐英姐姐吗 我也想像个普通儿子一样 为他养老 看着他享受晚年 可是 他永远也不会像一个普通父亲一样 不管怎么样 父亲已经不再年轻了 你是医学专家 所以 看在父亲 和宋叔叔的情分上 请你务必照顾好他 展伯伯如果知道 你这么挂念他 他一定非常感兴 剑子哥哥 你难道 就没有想过 去接受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吗 你知道展伯伯的脾气 他不会让你离开的 这次 我不会再妥协了 挡在我身前的 都是我的敌人 我忍不住的笑 没有的爱 不愿太早醒来 明珠 那天在宴会上 我没有考虑到你的处境 对不起 你不许可 妥卑 如果 你再来一次的话 你也还会这样吗 对不起 我会等你 你有没有 想我的感受 我猜不透 你迷惑了我 为何你站在远处 让我看得见 却不愿意回来 剑子 这个编码器肯定是坏了 要不我明天跟你一起去跟老爷子解释一下吧 你放心 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的 不过 父亲的病好像更重了 那老爷子现在什么情况呀 你怎么去看一下呢 要不明天我们一起去看看 不过 现在被麻烦坏了 老爷子肯定更生我的气了 傻呀你 编码器哪有那么重要 父亲那儿 有明珠在照顾他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他现在情绪还在波动 我们不宜打扰他 等明天 我想正式跟他谈一下 可是我们 相信我 我一定会带你离开这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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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啊 我是说如果 如果你真的走不掉 那我就一个人 有我在 不会让你一个人离开 你自己也不行 我一定会带你那儿 你不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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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能 那你不忘了 你不忘了 你不忘了 我才能忘了 你这么好啊 赚不少吧 什么 我 我啊 最近被个条子给盯上了 太褪气 什么 你有谁要介绍给我 好啊 没问题啊 哥哥是随时准备好 重出江湖的好吗 这事就这么定了啊 随意电话我啊 谢谢 我警告你 不要再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来往 不然我不会原谅你 我说蔡警官 你也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吧 我就联系怎么着 我就重出江湖怎么着 你抓我呀 多管闲事 你你你你你你什么你 话都说不清楚 不过蔡警官要是我需要的话 免费 麦全神 从现在开始 你被扫黄组以线人的身份 正式录用 线人 录用 凭什么 我又补什么物证 不要 这个线人你当也得当 不当也得当 你这算是霸权主义 不当 好啊 那你就不服啊 最好呢 闹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包括伯父 你能不能换一招呀 请啊 那你就被抓进去 换个三年五年吧 线人是吧 嗯 当 当 当还不行 虽然知道你一定会搞花样的 但我不会让你继续堕落下去的 不是 有些人 是 有些人 一定会儿 客人 根本 你 妈 看到了吗 我很快就会离开这里了 带着我最心爱的女人 去我们最向往的地方 等我一切都安顿好了 我就带您离开这里 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真真正正地 一起生活了 您一定要保佑我们 苏伊 詹伯伯 您最近一定要好好控制情绪 要不然 很影响身体的恢复 欲解一心 难以思怀啊 您是不是 还在生剪子哥哥的气啊 其实他 不提也罢 那就别提了吧 明珠 你先出去吧 父亲 您也该颐养天年了 你看我挺得了吗 秋门的根基已经稳固了 您大可不必像现在一样费心 在全地区 咱们秋门看似一家独大 其实啊 周围的强敌环势 所谓的稳固 也是建立在我们不断的囚禁部的基础上啊 居然不思维 必帅啊 你陪我出去走一走吧 我记得第一次交付任务给你就是在这里 你完成的干净利落 看成完美 没有辱墨 脸谱之名啊 父亲 我要走了 这么快就要走了 您知道我在说什么 您也知道我在说什么 你可以走 但不是现在 鞭马器已经被销毁了 即使没有被销毁 我相信它在您心中也没那么重要了 我今天来 是想跟您道别的 如果有一天 您累了 想回家了 我和唐一会给您养老的 少爷 老爷子 是不是可以喝得说了 他还没有彻底成长 怎么能让他随便走啊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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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